在元旦这一天呢 总统跟副总统会在当天的早上 就是元旦当天早上上午 会在总统府的厂厅 来发送我们龙年 今年的春联 以及红包袋各一千份 那今天呢我们同样要来宣布这个 新春的春联跟红包 要来向国人来传达总统跟副总统 对于新年的这个祝福 我们这次的春联 也采龙的谐音 来设计是这个春联的贺词 是万物兴隆 那来祝福国人以及各行各业 万事横通 兴盛繁荣的意思 今年的红包袋以及福袋 那同样我们也是以 明年是生肖龙年 来作为主题来做延伸的设计 龙年的红包袋 以及这个是亿元的福袋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次的设计 都是以龙为设计 因为龙他是拥有着许多特征形态的一种神兽 然后他其实在东方的意涵当中也拥有着力量以及吉祥的象征 然后我将龙的形态做简化 用比较圆润的线条以及比较艺术简硬的方式呈现 希望藉由这些比较圆润的线条可以传递出一种比较和谐共融 然后顺利向前的意象 然后期许大家在明年新的一年也可以 就是万物兴隆 事事顺心